是亚洲格斗王国 泰国引以为豪的 90后的泰拳新天王 也许泰拳王子波球 和泰拳第一人亚桑克莱 见了他都会畏惧三分 WBC世界泰拳排名第一 WMC世界冠军 泰拳最高电堂 皇家罗皮尼全场中量级 排名世界第一 City Tide Citro Pino 有请教授的采访 来自伊朗的Sassam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昆尚传媒为您全力打造的 大型综合格斗力节目 昆仑爵洛阳战的比赛现场 我是昆仑爵乔博 我是昆仑爵宋玉杰 这又是一场八进四的 诸神之战的关键之战 马拉雅对这City Tide 因为前三个名额都有了 三个名额都有了 是吧 那个 维克多 苏伯邦 包括Enrico 那么就看这个名额给谁了 是的 大家看到这场比赛 双方啊 都是想必须切尽全力 而且双方的都是世界顶级的选手 我们在这个选手出场的时候 已经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了 这个红帮选手 City Tide的典型的一种进攻的手段和打法 他主要靠他的这个 后队的扫踢中单位的扫踢 我们说 那么这个打法大家都已经熟悉和了解 但就看马拉特 在今天比赛里面 会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战术来破解对手 是的 在上一场马拉特的比赛当中呢 是赋予亚桑克莱 而亚桑克莱是非常有地方师的 使用了针对于马拉特的这种战术 而今天呢 City Tide也有着相同的可以说是 相同的使用这种战术的能力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使用的出来 什么到目前为止啊 一个正架一个反架 但是打法都非常的相似 都是你来我往 出招的一些组合呢 基本也都一样 你看这个马拉特虽然左右的手的直拳 但是我西里山他不是单一的就靠他一个 左腿的后扫踢 他也有他的圈法 而且那个扫踢不仅是中的 而且突然还能上头 高位的扫踢动作都有 他这种组合又和我们看到苏方又不一样 苏方是非常的相似 从体型还有速度还有力量 他打击的范围都是非常相似 这比赛真好看 现在双方第一回合还没有完全的发力了 与你说 双方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是进攻的这个密度 确实非常的高 几乎没有一秒钟的停歇 对 正能正能连续正能的目的是控制三个距离 我们也看到这个西里山他的进攻 虽然有传统泰拳的这种招式 但是他与拳腿的这种结合还是很好 非常流转 你看 西里山在这个时候呢 并没有使用很多的高扫踢的腿法进攻 如果说是面对于马拉特自己啊 这种中高段的扫踢不加强的话 那马拉特的后手肯定对自己是一个致命的危险 他的那种扫踢动作 而且没有说想象的发力那么狠 是的 不像亚三可来的那种 对 他很平均 全腿的扫踢的力量发 都是非常平均 最后的十秒钟 双方的确实啊 打击密度非常的大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打击密度的扫踢 我们来看看西里山从马拉特的第二回合 这回合我们看到蓝方选手 平时马拉特有意识要加快技工的节奏了 双方对于对方的这个基战术体系都非常了解 所以说看到虽然双方一直在做动作 很少有动作能够完全做很清晰的时候 都是被对方能够化解掉 我们从扫踢动作来看 还是这个西里差占据优势 你看到这个 说 这个叫后扫踢动作 是吧 是的 他这中当的扫踢 真的有杀伤力 确实马拉特的跟上次的跟亚三克莱对决一样 自己的后手拳也就是自己的右臂 也是开始红手 那次比赛让我亲近的记得 当时的亚三克莱就把他的右手臂 完全体质让你自己弓让你抬不起来 是的 这个时候说 看这个西里塞能否再次 去写亚三克莱的那种非常奏效打法 来瓦解马拉特的 现在这个西里塞这种特点越来越粗显出来 你看开始了 连续的 连续的开始 出上的左腿的扫踢动作 看看 这就是六腿七腿了 而且他出腿就像孙老师所说的 并不像亚三克莱一样 那么具有渗透力 他非常的平均 非常的平稳 还可能去连接其他的动作 这时候马拉特他的这种低钻位的扫踢要更狠一点 就是踢对方的右腿的支撑得要狠 内侧 方方到现在为止还是毫无停歇 每一秒钟都有动作的发出 看到马拉特已经是刚才短暂的时候已经被迫要换架了 那疼啊 踢得还是疼 看似很简单 这个CT拆的这种进攻的线路 是吧 你不就是靠你的左腿的后扫踢的动作 但如何能在马拉特这种世界顶级的选手身上能够用出来 而且呢连续的使出 又是一刀扫踢 马拉特这个收小就改变自己拳击的线路 增加了自己后手的上钩拳 而不是后手重拳直拳的进攻 哇 这次破解方式非常好啊 那个CT战 真是如果说我们有能够去计算出来这场比赛 现在双方选手到底出了多少拳中了多少腿 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数字 你看西里赛 他不仅有左腿的后中弹场 同时他的后手的直拳打击力也是很强的 天哪 完装 再双方 决胜局 刚才啊 从前两局这么密的打击频率 那到第三局该发力的时候 这种打击的频率是让我们无法想象 再一次的高扫地来自于西地拆 起状 你看看西地拆 他每一拳每一腿都非常的清晰 节奏不怎么办 但很清晰的打击你 你看是不是 线路非常清晰 所以作为一个太选手 西地拆在太选手当中啊 这个拳法的运用也是非常的出色 并不过分的依赖自己的腿法 对 这就是说明一个传统的太选手 你看看 你看看 现在那个马拉特的这个右手臂 这后面已经被踢这个余青死了 是的 现在所担心啊 确实马拉特自从是亚桑克莱 破解了马拉特之后 那这场比赛西地拆等于是 这个战术可以直接一个方法 是的 那么对于未来比赛 马拉特如何再去突破自己 再让自己更加全面 那这个问题就留给马拉特本人了 我就想马拉特要想突破西地拆也好 包括雅拉克莱之后 一个加强右腿的扫踢 同时要加强这个腿法的上搜动作 而且让他两个就是前后腿 就是你右腿和左腿 都要运用西地拆 腿法的动作 就是扫踢动作才有 他现在很单一 就靠上你右腿的扫踢 但是前天那个左腿几乎就没动作 是的 这个有见效吧 我跟你说 他加强扫踢动实际是有效果的 但要坚决队 要不停的扫 要不停的扫 双方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对拼的状态 第三回合所剩时间已经不多 谁能够成功挺进四强 实际上这个马拉特的右腿的扫踢动 还是有杀伤有力量的 你在今天第三回合比赛里面 已经两次给这个西地拆踢了 是吧 就说明他还是有杀伤力的 只是没有连续大胆的进行使用上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在库伦爵的比赛当中 出招密度可以算最多的一个比赛了 最后的几秒钟的时间 最后的对攻 太精彩了 三个回合毫无停歇 激烈的对攻 而且是延续了三个回合 我们就从这个慢动作的回放 就说明这个马拉特它的右腿的扫踢是有杀伤力 但它的应用这项技术不够坚决 如果坚决的话 它也会像这个西地拆左腿中高段 这种扫地的杀伤力是一样的 滚场比赛结果如下 三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九一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二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and the winner by the right corner 比赛结果好放射 八点杀手西提菜击败了比利时俊才马拉特 成功挺进四强 让我们用掌声送西提菜进入我们的诸神荣耀殿堂 西提菜 出学的声器 得到夜离 t Hot启 得到了 优优独的 揀 disorder 套